接下來這一位嘉賓 喔 自稱 自稱 性感全智龍 信義 對不起 信義全智龍啊 對 不好意思 我想請問一下私家的人 請問一下性感全智龍 好準 好準 你是不是要吃葉黃素了 歡迎歡迎歡迎 王思佳 各位男性觀眾朋友們 你們今天會很開心 因為今天我要來主持 JKF首次的紅毯 他們家以前都沒有走紅毯這件事情 第一次走紅毯就請我來主持 什麼意思啊 多難看 都是妹妹 今天呢非常的開心 現場的觀眾朋友以及媒體朋友們 大家好 第一次來這一位嘉賓 好 自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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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感全智龍 信義 對不起 信義全智龍啊 不好意思 我想請問一下私家的人 請問一下性感全智龍 好準 好準 你是不是要吃葉黃素了 你跟Patrick合得 合得 合得 聽什麼 因為我真的身高比他高滿多 哈哈哈哈 簡直這樣子這個姿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Oh my God 啊 怎麼會挑了這雙鞋 眼波什麼 因為它就是跟我的禮服一樣的顏色 然後完全沒有防水管 我現在嚼著一個炸裂道 我剛剛中間一度很深湧 因為我腳沒感覺 喔 喔 看得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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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 等一下需要一場 90分鐘的腳底按摩 今天我們是JKF的那個主持 我們今天有紅灘主持 可是以年紀來講 你是不是不能參加 就是因為我沒辦法報名 所以我會被主持 他們來邀約我 那這個世紀謎題 我一直不知道是誰 有這個ID 跟做了這個組 然後他就說來來找我 我今天的小伙哥跟我講的時候 他就是半信半疑 我呢是覺得一頭霧水 他說有個JKF白大女郎 紅男娘接嗎 我說JKF關我什麼事 他說我也不知道 他們就想找你去這樣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是不是想跟我下名字 那你有沒有什麼想要跟姊姊說的 要多補充葉黃素 性意跟性感兩個是差滿多的 心意 對不起 心意全志龍啊 歡迎頒獎人王思佳 哈囉 大家好 鞋子跟衣服多少錢啊 鞋子跟衣服多少錢啊 鞋子是我朋友店裡面有沒有 欸怎麼樣這套有沒有漂亮 孔雀啊 我老公幫我挑的欸 他有多棒 一樣的顏色 You see Same color 這雙超難讚 因為前面沒有那個防水台 這也是只有老藝人才能夠駕馭的一雙鞋子 一般人真的不要 今天真的是一個非常奇特的經驗 我現在都還沒有解開這個世紀之謎 到底是誰有這個idea先提出來說要請我 然後竟然荒謬的通過了 來了之後覺得還蠻開心的 我們總是要出來見見現在年輕的女孩子 喜歡什麼流星什麼 就是我其實年輕的時候也沒倡語過這樣子啊 年輕的時候也沒有這種雜誌嘛 蠻開心的大家就是可以做自己這樣 然後我看到這些女生都蠻有餘展現自己 我覺得很開心 比方說你們男生看的開心 我自己也看的蠻開心的 等一下就下工 喔 我就回家去陪女兒 Joker 妹妹可以參加這種活動 HELL NO 希望大家喜歡 啊JKF我們明年見喔 掰掰